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5 这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5又称为泛酸 源自希腊语Panthofen 是无处不在的意思 因为广泛存在自然食物之中 且略为偏酸性而得名 是属于维生素B群的一种 目前已知无毒 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在小肠消化与吸收 过多的部分会随尿液代谢 是一种有粘稠性黄色的物质 13种必须维生素之一 在热酒精 食品加工 酸或减以及冷冻过程皆不稳定 烹饪过程大约会有50%会损坏与流失 所以加工及冷冻的食品 维生素B5的含量一般都不高 豆类以及犬骨类含有丰富维生素B5 也会因为研磨 加工与精致等等过程中大量流失 所有食物中几乎都含有少量的维生素B5 因此人体会有缺乏的状况是相当少见 维生素B5 是体内协助食物转换成能量的辅酶之一 当人体摄取碳水化合物后 必须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才可以被人体利用 葡萄糖被分解后必须进入一个较三缩酸循环时 才能产生更多能量 而维他命B5能够开启进入三缩酸循环的大门 维生素B5也是代谢糖类 蛋白质 脂肪的重要物质可维持人体正常发育 与肝脏 消化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正常运作 摄取的维他命B5会在人体内转变成 辅酶A与吸积载体蛋白 协助脂肪酸代谢反应 将吃进去的食物转换成能量 促进人体可产生更多健康的红血球 维他命B5对肾上腺素保持正常的机能也相当重要 所以也被称为抗压力维他命 在面临压力的时候 需要维他命B5协助产生更多的荷尔蒙 与对抗压力时的辅助教素 也能协助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的发展 维他命B5在糖类 脂肪与蛋白质代谢 以及利用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是组织代谢非常重要的辅酶 可以维护头发皮肤及血液的健康 能够增强抵抗力 帮助增加抗压性 可协助肾上腺激素 胆固醇及免疫抗体的分泌 这些物质都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在夜间磨牙的状况 一部分是来自于压力过大所导致 经过均衡饮食 以及维他命B5摄取足够 可获得改善 其维他命B5的功效有 1.维他命B5 是协助将食物中的糖类 蛋白质 脂肪转换能量与代谢时必要的一种辅酶 2.可调节皮肤 以及粘膜的生理机能时 所需要的营养素 与增进皮肤与粘膜的健康 3.维他命B5 是腐酶的一种 对体内新陈代谢的作用相当重要 能协助制造与分解脂肪 与胆固醇及胺基酸的代谢作用 因此可调节生理机能 维持身体健康 4.可增强人体免疫系统 抵抗病毒 细菌以及各种传染疾病 也有助细胞的形成 对于伤口愈合及皮肤组织再生 也是相当有益的 5.协助 肾上腺皮质 以及荷尔蒙的分泌 可提高抗压力 降低疲劳感 维持情绪稳定 6.协助 神经传导物质 身体细胞 红血球 以及退黑激素的生成 7.维护头发的健康 可改善头发吸收 与较无光泽时有助益 维生素B5 广泛存在各种食物之中 所以可以从绝大部分的食物 获得维生素B5 因此缺乏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 会造成缺乏主要发生的因素为 极端的饮食限制 营养不良及厌食等情形造成 酒类以及咖啡 也会影响维他命B5吸收的可能 所以平时饮食没有太过偏食 与吃太少 是不容易会有缺乏的状况出现 维生素B5 能使中枢神经系统正常 人体神经系统有一层水烧值 维他命B5 能协助维持水烧值的正常与制造 一旦缺乏 神经系统讯息的传递就会变慢 大脑与中枢神经就无法正常运作 因此缺乏一对情绪 肌肉与消化系统产生状况 维生素B5与其他B群一起摄取 效果会较佳 缺乏时容易会有以下情形 一 消化代谢系统 消化与代谢系统容易会有 肠胃不适 呕吐 腹部脚痛 食欲不振 胃灼热 腹泻以及血糖降低等状况 二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容易会有 感觉异常 手脚麻痹 头痛 容易疲倦 睡眠障碍 以及稍着疼痛感等状况 三 肌肉 肌肉容易会有 肌肉不协调 肌肉抽筋 肌肉痉挛 以及容易颤抖等状况 四 情绪 情绪容易会有 抗压力下降 抑郁 焦虑 抑烦躁 抑怒 恶心 冷漠 忧郁以及疲劳等状况 五 免疫力 免疫力容易会有 抵抗力降低 与过敏性失诊等状况 维生素B5 为水溶性 过多的部分 可透过尿液代谢出人体 并不容易出现过量的状况 也不太会有副作用 但一次摄取过多的剂量 有可能会造成腹泻等 问题 维生素B5 是重要的腐酶 不论是营养素的合成 或分解转换成能量 都需要有维生素B5的协助 才能顺利完成 维生素B5却容易受食品加工 咖啡因 食品添加物以及酒精等破坏 谷物 是维生素B5其中一种的来源 可在加工过程之中 容易大量流失营养素 所以白面条 白米等精致谷物之中 维他命B5的含量往往比较少 因此需要透过保健食品 额外摄取维他命B5 维生素B5在餐后一小时 到一个半小时内补充较佳 一些时期会需要摄取更多维生素B5 例如 1. 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通常较缺乏维他命B5 以及维他命B6 摄取维生素B5和维他命B6 能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有所改善 2. 酗酒 酗酒会降低 维生素B5的吸收能力 长期容易造成维生素B5缺乏症 因此需要比一般更多摄取的量 3. 生活较为紧张 压力大 维生素B5 能够协助人体分泌抗压力的荷尔蒙 平缓紧张情绪 进而提高抗压性 并且精神上的压力 也容易降低人体吸收维生素B5的能力 也因此需要增加额外摄取 4. 吸烟 吸烟容易加速营养素的消耗 与抑制营养素的吸收以及利用 因此吸烟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B5 避免引起维生素B5缺乏的症状 5. 使用避孕药 避孕药容易影响对维生素B5的吸收 因此常服用避孕药 需特别留意对维生素B5的摄取 6. 手脚常感到刺痛 维生素B5摄取不足 其中缺乏症状之中 有手脚感觉刺痛 此时增加适量的维生素B5 与维生素B群一起摄取 可改善不适的状况 维他命B5 可能干扰抗生素的效用和吸收 以及有效性 大部分会使用抗生素 治疗与预防细菌的感染 治疗痘痘时的药物 也可能会含有抗生素 所以服用相关药物 要避免短时间内摄取 在外食足及三餐大鱼大肉的人 可适当补充 协助身体调节生理机能 其中含有维他命B5的食物 包括 1. 动物 动物来源有 牛肉 猪肉 动物内脏 鸡肉以及鸭肉等 2. 蔬菜 蔬菜来源有 鹰嘴豆 玉米 碗豆 青花菜 茄子以及木素等 3. 海鲜 海鲜来源有 鱼 以及龙虾等 4. 五谷根精 五谷根精类来源有 小麦胚芽 黑芽米 花生 葵花籽 和果类 糙米 麸皮 米糠 燕麦以及马铃薯等 5. 奶蛋类 奶蛋类来源有 鸡蛋 牛奶以及乳制品等 6. 其他 其他来源有 酵母 菇类 蜂王浆以及糖蜜等 维他命B群是人体中 不可或缺的维生素之一 在人体的代谢循环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可以透过食物达到足够的摄取 食品会因为加工 容易导致维生素B5 20%至80%的流失 使用加工食品的话 可补充保健食品 来维持维生素B5摄取的量 如果要摄取维他命B5 能与其他维生素B群一起服用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又以用餐后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内 服用维生素B5效果最佳 维生素只是平常饮食中的补助 并非正餐 要有正常健康均衡的饮食与运动 才是拥有健康生活的不二法门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直到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